-35A将首度亮相中国航展 中国进入双隐身战机时代 红19地空导弹系统 新型查打一体无人机 连昧亮相 空天大秀 展现中国怎样硬核实力 美国大选投票拉开序幕 摇摆州争夺白热化 安保升级 狙击手待命 选民忧心 国会山骚乱重演 这场史上最撕裂的大选 缘和让美国步步惊心 今晚正在播出 全球热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 就在今晚 我是小雪 我是于飞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4日到空降兵军视察 他强调 空降兵部队 在我军力量体系和作战体系中 具有特殊重要作用 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 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 落实空军转型建设要求 全面加强练兵备战 全面提高空降作战能力 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空降兵部队 下午三时许 习近平来到空降兵军机关 在热烈的掌声中 习近平亲切接见空降兵军官兵代表 习近平同大家合影留念 合影结束后 习近平查看了空降作战和保障装备 详细了解典型武器装备技战术性能 听取有关情况介绍 他强调 要强化作战需求牵引 加强空降装备标准化 系列化 通用化建设和实战化运用 构建新型空降装备体系 随后 习近平参观了空降兵军军使馆 他叮嘱大家 要用好红色资源优势 教育引导官兵 把光荣传统弘扬好 争作新时代英雄传人 在听取空降兵军工作汇报后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他强调 要牢记职责使命 增强备战打仗意识 更新空降作战思维理念 创新作战样式和兵力运用方式 把空降兵部队独特优势发挥好 习近平指出 要贯彻体系建设思想 统筹加强空降作战力量建设 成体系形成作战能力 习近平强调 要扎实抓好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 贯彻落实 把政治工作威力充分发挥出来 为空降兵部队建设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11月5号 国务院总理李强 在上海出席 第七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继红桥国际经济论坛开幕式 并发表主旨演讲 李强表示 举办金博会是中国扩大开放合作的重要举措 是我们面向世界做出的郑重承诺 当今世界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 逆全球化思潮抬头 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 越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愿要坚持开放 扩大开放 提升开放 推动持久的和平稳定 发展繁荣 李强提出三点建议 一是要在坚持重信守诺中 更好凝聚开放共识 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制度性开放 二是要在坚持互利共赢中 更好拓展开放空间 中国愿进一步开放超大规模市场 真正把中国大市场变成世界大机遇 三是要在坚持命运与共中 更好担起开放使命 中国愿同各方 继续密切在国际经济组织的协调配合 携手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来自152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领导人 及政商学界代表约1500人出席开幕式 开幕式前 李强参观了企业展 开幕式后 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管 陈吉宁 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进入焦点对话 今天中国第二款自主研发的隐身战机官宣了 在上午举行的空军新闻发布会上 空军装备部尤文博上校介绍 中型隐身多用途战斗机殲35A 将在下周开幕的第15届中国航展上亮相 事实上近段时间以来 有关殲35的热度就持续上升 先是一个多月前 空军副司令员于庆江表示 今年航展期间 空军会亮相新型战机 外界普遍认为就是殲35 而昨天 中国军号发布了一张隐身战机 尾翼的照片 并且附上文字 我们三加五天后珠海舰 消息很短 但夜内人士称 这是殲35被提前剧透了 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是 官宣的殲35战斗机 数字代号后面加上了字母A 这就意味着未来 该型战斗机将是以一个系列的形式 加入到战斗序列 肩负起对空对海对地等作战任务 此次官宣 意味着中国空军将同时拥有 两款隐身战斗机 歼20和歼35位 中国也是继美国空军装备 F22和F35战斗机之后 全球第二个同时装备 两款隐身战机的国家 根据美制F35战斗机命名的方式来看 今后不排除歼35战斗机 将衍生出A B C型 或者更多的型号 甚至作为航母舰载机 大幅提升解放军海空作战的整体实力 作为隐身组合 以及高低搭配中的重要一环 歼35位与歼20一样 都是双发单座战斗机 不同的是 歼20为重型机 航程更远 载弹量更大 歼35位作为中型机 机动性更强 使用成本相对较低 具备大规模列装优势 根据公开报道 在十年前的中国航展上 歼35以原型机的形式 有过惊鸿一瞥 当时被称为FC31胡鹰 在航展上进行了 简单的空中展示 不过 表演时飞机委喷口的烟雾是黑色 有消息称 歼35换装国产发动机后 这个问题得以解决 此外 中航工业集团的相关负责人 当年还表示 胡鹰具备所有四代机 应有的技术优势 将设计专门的外销型号 打破西方国家 在这一领域的垄断市场 好 相关的话题 我们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 王强 王强您好 这个我们现在有了 歼35A应该说 已经是全球第二个 同时装备两款隐身战机的国家了 您觉得这对中国空军来说 意味着什么 另外刚才我们通过片子也讲了 舆论普遍讲 这个歼35A将同歼20 形成一个高低搭配 所以在实战过程当中 二者的分工是怎样的 这个歼35A 它作为一个中型隐身战机的优势 又怎么去体现 好的主持人 我想这个歼35A进入中国空军服役 这就意味着我们首次有了海空军都共用 而且有出口版本的一个战斗机家族 这个在我们空中作战平台发展的历史上 是具有开创意义的 而且也让我们成为 您刚才提到除美国之外 同时拥有两款高低搭配的隐形战斗机的国家 未来20年不可能再出现 其他第三个国家有这样的情况 这是我们可以大胆推测的 而且歼35A的含义 我们知道歼代表的是歼机机的含义 按照英文翻译的 它也是F字头 其实我们这个歼35的命名 也就是翻译成英文F35 它的命名指向性是非常明确的 而且您提到这个高低搭配 这一点其实很有意义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空军军事战略是攻防兼备为主 在空军已经列装歼20歼16 这种重型机的情况之下 其实仍然还有相当多的歼7歼8在服役 这样就有这个隐身作战平台偏重 轻型中型飞机偏弱的情况 歼20是重型作战飞机 战略层面它的作用更大 但是歼35体量至终 任务能力不降 使用成本更低 这样就有了一个更加广泛的 多样化使用的场景 由此随着歼35A的列装 接下来中国空军有可能 会有一波新的换装加速期 同时整体它的作战理念 也有一个大的变化 空军有可能在全军范围之内 率先进入四代机为主体的 一个装备体系主持人 所以确实让我们特别的期待 谢谢王强 除了歼35A战斗机以外 本届的中国航展上 中国空军带来的惊喜还远不止于此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还透露 36型装备将参展 以多维度程体系近距离的方式 向公众展示空军装备建设阶段性的成果 其中 红19D空导弹 新型查打一体 无人机等装备 都将首次亮相 在飞行表演方面 空军派出了7型26架飞机 公众不仅能够看到熟悉的 八一飞行表演队还能够看到 歼20 歼16 运游20A等空军的骨干装备的表演 值得关注的是 这是八一飞行表演队换装歼10C以后 首次在珠海上空降下 此外外界还期待看到更多更为先进的空军装备 空军发言人谢鹏大笑表示 也将会不负大家期望 可能有的朋友感觉到这些装备还不解渴 在这里我可以告诉大家的是 中国空军始终按计划稳步推进各类新型装备的研制和裂装 在适当的时机和场合 一定会有符合大家期望的更牛的重器 利器陆续公开露面 在多届中国航展上都少不了俄罗斯空军的身影 10年前俄空军曾派出最强三代半战机苏35 在珠海上空进行表演 10年后俄空军携首款隐身战机苏57再次来到了这里 昨天下午俄空军苏57战斗机抵达珠海金湾机场 此前一天苏57在山西太原进行中转 画面显示这架苏57身批迷彩涂装机身轻巧 作为首次亮相中国航展的俄罗斯隐身战机 苏57是单座双发的重型机 具有出色的对空对地打击能力 本届航展期间苏57分静态和动态展示 静态时可以观察战斗机的气动布局 制造工艺等一系列影响隐身效果的设计 动态时可以展示大过载机动等高难度动作 苏57的亮相也意味着 在珠海上空将有三款隐身战机同台炫技 放眼全球不同规格的航展绝无仅有 值得一提的是 时隔八年后 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将携六架苏35S 和一架苏30SM再次亮相中国航展 从历史来看 俄罗斯战斗机参加中国航展后 曾有过不小的收益 例如十年前 中俄双方签署了24架苏35战斗机的采购合同 好 相关话题我们继续请出王强 王强对于本届航展上的解放军空军的装备 相关负责人给出的一个回答 就是多维度成体系近距离对外展示 您怎么解读这样的一个表达 我想中国航展是我们中国航空工业的一个展示平台 也是展示我们中国空军的主场 多维度的含义我想体现的就是这种主场优势 既有地面静态展示 也有空中飞行展示 既有时装展示 也有展板的模型展示 既有装备展示 也有场景的互动 而成体性的对标的应该是我们中国空军 攻防兼备的一个体系作战能力 我们从空军装备部的情况介绍当中 其实也不难发现 这次航展中国空军是有一大批新型武器装备 首次公开亮相的 除了刚才提到的歼35之外 刚才发言人还特别讲调红旗19 这种反导作战的新维装备 我们也特别注意到刚才短片在介绍情况的时候 还专门强调 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力气重器和我们见面 这说明空军装备发展在强军目标指引下 在军事斗争准备牵引下 一直在一个科学合理的道路上发展 并且遵循战斗力的真诚规律 一步一个脚劲 扎扎实实向前面迎 发言人强调的第三个词就是近距离了 我想这体现的是大国空军的自信 我们的装备是国之重器 普通群众平时很难有机会接触这些装备 航展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近距离的直观感受 这其实是最好的一个爱国主义教育了 与此同时 先进装备集中量下 它本身也是一种战略威慑 近距离的含义就是欢迎大家都来感受一下 这种大国重器 主持人 另外我们刚才也提到了 就是首次来到中国的俄空军苏武器战斗机 它还没有定型服役之前 就曾经飞到叙利亚以战代策 所以近段时间以来 我们也看到苏武器对乌克兰境内目标展开了40多次袭击 所以这款经过实战的隐身战机 在同我们的歼20 包括歼35A同台炫技的时候 您觉得会有哪些不同表现吗 好的 主持人 我们知道中俄之间是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俄罗斯的武器装备大部分它都是有实战经验的 然后以航展为平台进行多方面的多交流 其实对于发展促进双方的 这种更高层面的战略协作有相当意义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这次苏武器来话 它并不是俄罗斯空天军的现役装备 而是俄罗斯国防工业体的索霍伊设计局的原型机 这其实表明它这次来话的目的是一个国家行为 是希望借助中国航感这个平台 展示俄罗斯航空工业的实力 并以此为迄今的力争向外界推销自己这款产品 实际上在五代机的对外销售方面 中俄之间并不存在一个直接的竞争关系 退一步说中美之间也不存在竞争关系 因为我们的外销这种四代机极有可能就是歼35 这是一款中型飞机适合中本国家 甚至一些小国家使用 但是索霍伊的苏武器是重型飞机 一般人用不起也买不起 而且美国的F35虽然和我们是一个体量 但是它会附加各种政治条件 会用软件方式对使用方进行严格的限定 这其实就决定了其他发展中国家 根本不会纳入美国的这种外销实现 但是我们的产品显然不存在这种情况 主持人 好 谢谢王强带来的解读 那么作为世界五大航展之一 本届中国航展也是覆盖了陆海空天电网全领域 一批代表世界先进水平的高精尖展品 集体亮相 不少为首展首秀 本届中国航展将依托珠海连州机场 虎跳门水道的资源优势 首次开辟无人机 无人船演示区 及无人系统第二展区 面积约33万平方米 届时 无人机 无人船 化身为天空骑士与水上芭蕾 在水天之间交错共舞 无人机方面 全球唯一能装下飞机的汽车 小鹏汇天陆地航母 将首次向全球演示操作全过程 腾顿科创旗下的双尾鞋臂 将代表中国大型固定翼无人机 进行飞行表演 无人船方面 不仅有多用途海洋探测无人艇 安防巡逻无人艇 警戒巡逻无人艇参展 还有自主航行 目标跟踪等编队机动航行展演 来自航天科技 近200项高新科技成果 也将亮相本届航展 嫦娥6号探测器 月球背面月攘样品 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 长征12号系列运载火箭等展品 都是首次展出 此外 兵工展品主要聚焦在指挥控制 机动突击 火力打击 防空反污等方面 突出成体系 成建制装备解决方案 以及展品无人化 智能化特征 军事通信 预警探测 电子对抗等领域的最新一代防务装备 和网络安全技术产品等 也将在航展与观众见面 中国航展走到第15届 它的国际影响力也是越来越大 本届就吸引了49个国家和地区 超过1022家企业参展 企业的数量较上届增长超过38% 其中俄罗斯 法国 美国 沙特 意大利 将以展团的形式参展 美国波音 欧洲空客 美国霍尼维尔 巴西巴航工业 法国塞丰 法国泰雷兹等等 世界知名的航空企业也悉数参展 境外的展商近150家 较上届增长了91% 连日来 来自法国 美国等国家的 飞机模型 发动机模型 以及展台 展架等航展物资 已经陆续顺利入境 好 相关的话题 我们继续请出王强 王强 本届航展 刚才我们也讲到了 首次开辟了一个 无人机和无人船的演示区 并且在兵器领域的展品 也特别突出这种无人化 您觉得这是不是一种未来的趋势 您有没有特别关注到 这次展品当中的一些无人展品 我想这个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因为通过近期的机场武装冲突 已经充分说明 无人化装备 智能化装备 是逐渐成为战场主角 掌握无人装备体系的一方 往往能够显著改变双方的斗争态势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 无人装备实际上已经成为 战场关键力量的一个备增器 我们再看到这次 我们在国防军工体系 也推出了大量的无人化的 体系化的作战平台 从高空长航式的无人机 到地面伴随步兵作战的机器战士 甚至到海上的各种无人艇 无人潜航器 这种体系化产品的背后 实际上我认为 是我们对未来战争之变 深刻理解 以及建立在这种深刻理解之上的 系统性产品制造的创新能力 这是我们的工业体系能力 对于我个人而言 我可能更加倾向于关注 抢滩登陆作战 水际滩头破障的无人装备 这种符合障碍 传统方式很难有效清楚 如果我们能够广泛使用 无人装备 智能装备 这个对于我们突击上路 迅速开辟通道 进而向纵生发展 夺取战斗胜利的意义 非常重大 主持人 好 谢谢王强给我们带来的观点 中国航展确实有很多产品 非常值得期待 也敬请各位朋友一起关注 您正在收看的是今晚 稍后您将看到 美国大选投票拉开序幕 摇摆州争夺百热化 安保升级 狙击手待命 选民忧心 国会山骚乱重演 这场史上最撕裂的大选 缘合 让美国步步惊心 进入全球眼 我们来关注美国总统大选 北京时间今天下午1点 美国新汉部什尔州 迪克斯维尔山口地区的选民 率先开始投票 这标志着2024年 美国总统选举投票正式开始 今年该地区的登记选民只有6人 投票的结果显示 哈里斯和特朗普各获得了3票 暂时持平 自1960年以来 迪克斯维尔山口一直保持着从午夜开始投票的独特传统 也因此成为了美国本届大选中首个开放正式投票 并公布结果的选区 美国其他的地区会从美东时间5号的5点开始陆续开放投票 投票日将会一直持续到北京时间的明天中午 各州投票站自东到西依次关闭 选票统计程序随后启动 目前包括宾州 佐治亚 密歇根在内的7个摇摆州 是两党争夺的重点 本届选举备受关注的摇摆州有7个 即宾夕法尼亚 密歇根 威斯康星 佐治亚 亚里桑那 北卡罗莱纳和内华党 他们共拥有93张选举人票 其中亲民主党的北方篮墙三州备受关注 在2016年的总统选举中 特朗普成功将该三州翻红 他最终胜选 在2020年总统选举中 民主党候选人拜登 以不到三个百分点的微弱优势夺回三州 目前预测显示 哈利斯能从民主党票仓州里 拿下226张选举人票 要达到270票的门槛 需要在7个摇摆州中拿下44张 特朗普预计能从票仓州 获得219张选举人票 要胜出 还要在摇摆州拿下51张 当地时间昨天 哈利斯和特朗普都将目光瞄准了 拥有最多选举人票的关键摇摆州 宾夕法尼亚州 哈利斯在该州的5个城市穿梭拉票 特朗普则跨越宾夕法尼亚 北卡罗来纳 密歇根 三个摇摆州 截至当地时间4号深夜 全美已有超过8271万选民 就2024年总统选举提前投票 数据显示 目前全美共计计会超过3777万张邮寄选票 而提前投票站已有超过4493万张选民 亲自投递的选票 综合多家民调公司预测 哈利斯或将在宾州领先特朗普 0.2个百分点 而特朗普或将在佐治亚 内华达 北卡罗来纳 亚利桑那四个州领先 不过目前两人在多州的支持率都十分贴近 大选结果仍充满悬念 好 马上连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刁大明 刁主任您好 刚才我们也说到了 现在看来几个摇摆州 可能是决定今年美国总统大选走向的关键了 那从您现在的观察来看 相比前两届的选举 这些州在选民的盘面上会有怎样的变化 要拿下这场关键之争 特朗普和哈利斯他们的胜负点分别在哪 的确每次大选都有数量有限的关键州 摇摆州 每次摇摆州的情况也有所不同 比如说相比于2016或者2020大选 我们看到刚才小编也谈到中西部三州 并且法尼亚密歇根维斯康星 确实一直都是摇摆州 这个恐怕是与经济议题 就业议题 通胀议题 始终是这几次选举的最关键的议题 这个现实是有密切关系的 那么在经济议题上 目前看的确实民主党阵营 因为是在任者的一方 所以具备的比较明显的这种在任者的劣势 或者在任者包袱 相对来说 共和党一面作为一个挑战者 可能相对来说 被更多的得到重视 得到青睐 所以这样看的 确实在中西部三州 民主党的压力还是相对比较大的 同样的我们也看到这次选举当中 西南部的亚利桑那和内华达 和东南部的佐治亚和北卡 也被列为了摇摆州 这个情况可能和最近段时间 最近几年美国人口结构的变化 特别是族裔结构变化 是密切相关的 我们知道过去四年的 美国这个合法选民增长版值三的同时 少数族裔选民明显激增 比如拉美一增长版值十二 非洲一增长版值七 亚一也增长了百值十五 这些族裔多元化的态势 在南方各州就表现得更为明显 所以总体上也就导致了 民主党在这些南方州 本来原本的共和党的这些盘面上 可能获得了更大的这种可能性 出现这种摇摆的这种可能 所以总体看应该说 两党候选人在不同议题上 在不同关键州上是各具优势 或者也可以说两党候选人 虽然各具优势 但是也同样存在着 比较明显的不同的问题 所以才导致没有办法 任何由线一个人 明显有压倒性优势 目前仍旧出一个比较胶着的 这种势均力敌的这样一个局面 所以各具优势也各有短板 目前还是比较胶着 稍后继续连线 那目前随着美国总统大选 决战时刻的到来 民主党和共和党 也使出了浑身解数 拉选票 那随着当前美国政治计划 日益严重 双方的拉票战 无所不用其极 周一深夜 在密歇根州大计流程 做最后演讲的特朗普 仍不忘攻击民主党人 他表示 哈里斯是摧毁 就金山的极左分子 前民主党议长佩洛西 则是疯狂坏女人 如果选民投票给哈里斯 他们就将在经历四年的痛苦 灾难和失败 同样的激进也体现在 特朗普的搭档万斯身上 当地时间11月4日 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万斯 在竞选集会上 直指哈里斯是垃圾 相比之下 哈里斯的最后竞选集会 则主打爱与和平的招牌 宣称自己一生都在为受到伤害 和被忽视的人作战 演讲结束后 整个场馆变身音乐会 多名美国歌手 开始登台表演 不过 此前的各种场合 哈里斯可没少正面攻击特朗普 比如称特朗普是个沉迷复仇 怨气冲天 肆意攫取权力的人 在10月23日 接受有线电视新闻采访时 他甚至表示 特朗普是一名法西斯分子 甚至 连前总统奥巴马 在为哈里斯助选时 也是火力全开 由于在经济 移民 能源和气候政策 外交等多个领域 存在着较大分歧 整个竞选过程 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 可谓是针尖对脉盲 并带动其支持者 互相指责攻击 这也让不少评论认为 这是美国历史上 最为分裂的一届大选 正是在这种分裂 极化的政治气候当中 包括白宫在内 美国多地在大选期间 气氛高度紧张 不仅华盛顿特区 设置了大量围栏 部分关键州选举的现场 还配置了狙击手 不少的选民认为 本次大选民意高度分裂 恐怕引发暴力事件 在白宫和美国副总统 哈里斯的官邸周围 美国特勤局 以架设新的安全为栏 白宫附近的一些商户 也用木板封住窗户 以应对大选最后阶段 可能出现的骚乱 而对于选举结果起 关键作用的摇摆州 安保等级更为严格 四年前大选时 现任美国总统拜登 在亚利桑那州 马里科帕县 以微弱优势获胜 随后特朗普称 自己的选票在这里被窃取 对此 马里科帕县计划 在投票日前后 使用狙击手 无人机 金属探测器和安全摄像头 来保护计票中心顺利运转 此外 美国多州 也都宣布加强警力 目前至少17个州 国民警卫队士兵 处于待命状态 已被布施之需 美国联邦调查局 和国土安全部 此前发出警告称 选举相关的不满情绪 可能激发极端分子的暴力行为 甚至有可能推动内战 四年前 特朗普拒绝承认 在大选中输给拜登 导致国会山骚乱爆发 造成五人死亡 上百人受伤 美联社与美国公共事务研究中心 近期一项民调显示 超过40%的美国注册选民 及其或非常担忧大选后 发生试图推翻选举结果的暴力事件 约三分之一的选民一定程度上 担心出现这类事件 好 我们继续请出刁大明 刁主任 不仅是总统候选人 针锋相对 不同阵营的支持者 他们的关注点差异也很大 那整个选举过程当中 其实不同阵营之间 也在互相攻击 似乎这些都成为了 主要的一些话题了 那纽约时报的一个民调 就显示 有76%的收访者认为 美国民主当下正在受到威胁 你怎么看待这样的现象 地区这次选举以来 民主党阵营一直在攻击 共和党方面 是所谓的民主的威胁 理由就是共和党当中 某些人仍旧不接受 2020年选举的结果 然后民主党认为 这是无法被接受的 这是不符合所谓的 美国的这种所谓的民主价值的 但事实上必须看到的是 这次选举本身正在构成 对于美国这个国家的威胁 甚至是成为了美国当前社会 层面治安 这个基本稳定的一个 重大隐患的来源 所以我们才会看到 刚才小编也提到 就40%的人竟然在担心 这个事情会出现 极大的这种 后续的这种隐患 一方面确实是因为 这次选举的确是 极大程度上撕裂着 美国的社会 一个前总统和现任 副总统的对决 是两个美国的对决 是这个国家 两种不同的发展道路 和前景的对决 是一种视如水火的 这样一个争斗 双方都互相难以接受 对方的当选 另一方面 确实也是因为 当前美国这种政治极化 恶斗的状态下 这种恶斗 已经从这种立场上的冲突 这种否决政治 彻底转化为 对于个人攻击的 这种报复政治 主要体现为采取暴力 所以我们看到 比如说将近四年之前的 国会战骚乱事件 再比如说 这次选举当中出现过 对于所谓的前总统的 这样一个刺杀事件等等 类似这样的情况 都是暴力政治的体现 所以如果这么看的话 应该说这样一场 会关乎未来四年 美国走向这么一个选举 当然会加剧党争恶斗 然后会以暴力形式 展现出来 这样的话 恐怕这么一场选举 当然不是美国 相关问题的解决方案 反而是问题本身 反而会制造出 更大更严重的问题 好你刚才特别强调了 暴力政治这个隐患 那其实这也是让美国民众 比较担心的 就是选举之后 可能会出现的一个混乱 或者说是暴力事件 那你怎么看 如果说 比如说像这个特朗普 如果败选的话 类似国会山骚乱 这样的事件 重演的可能性有多大 确实我们看到 结果还没有出来 但是我们从美国媒体上 已经看到分别支持 保守派和自由派的 一些美国的某些社会群体 就已经蠢蠢欲动了 如果任何一方失败的话 都可能很难接受 这个结果 都有可能在一些大城市 制造骚乱 影响正常的这种社会秩序 那目前看来应该说 选后在美国一些主要城市 出现因为选举政治 而引发的群体暴力事件的可能性 还是比较大的 当然重演将近四年之前的 国家战骚乱事件的可能性 我觉得也不能彻底排除 但是可能还要看到一些其他因素 比如说当时毕竟是共和党在任 那么他们基本上 还是对于骚乱事件 采取了一个放水的态度 纵容了暴力事件的发生 那么目前看 民主党政府相对而言 可能会更少出现这种 明确的这种放任的做法 此外在上次国家战骚乱事件当中 我们也看到 其实很多实际上是经验不足 应对有限 那事件之后 各地基本上采取了一个比较 严阵以待的在这种态势 在管理上 可能比四年之前 还是有更加充分一些的准备 所以一样也未必会一定要重演 当然无论如何 因为美国政治已经彻底的暴力化了 所以就算不会重演 隔壁山骚乱 也可能会是在比如州政府的 州府的什么骚乱 有可能会出现 其他的这种政治暴力事件 进一步的会加剧 这个国家和社会的司令 主持人 好 稍后我们继续连线 那事实上 美国大选不仅是党派之争 政见之争 更是利益之争 金钱之争 每一个候选人的身后 都不乏金主支持 今年高调支持特朗普的马斯克 甚至拿大选玩起了抽奖游戏 引发了多方争议 当地时间11月4日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 法官裁定 美国知名企业家马斯克 面向摇摆州登记选民的 抽奖活动可以继续 上个月19号 马斯克宣布 每天筹取一位 关键摇摆州的登记选民 赠予100万美元 这一做法被质疑 可能违反联邦法律 今年7月起 马斯克开始支持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 并向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 投入了至少1.18亿美元 该委员会在特朗普的拉票战中 发挥了关键作用 而马斯克只是美国大选中 背后金主之一 在今年大选中 已有83名亿万富翁 支持哈里斯 包括比尔盖茨 脸书联合创始人 达斯廷 莫斯科维茨的 另有52名支持特朗普 包括银行业富豪 蒂姆 梅龙等 数据显示 在福布斯杂志 美国亿万富豪榜上的800人中 至少144人出资 对今年美国总统选举施加影响 200美元以下小额捐赠者的资金 仅占所有筹款的16% 这些钱被投入到候选人 组建竞选团队 筹备竞选活动 分析数据 投放广告等各个环节 今年9月 哈里斯花掉2.7亿美元竞选经费 特朗普的竞选支出 也达到7800万美元 据多家美国媒体预测 今年美国大选总支出 预计将达到至少159亿美元 超过2020年的151亿美元 成为史上最贵选举 作为美国大选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当地时间4号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 集体下跌 截至当天收盘 道琼斯指数比前一个交易日 下跌257.59点 收于41794.60点 跌幅为0.61% 标普500指数下跌16.11点 收于5712.69点 跌幅为0.28% 纳斯达克指数下跌59.94点 收于18179.98点 跌幅为0.33% 分析人士认为 美国总统大选的选情胶着 存在不确定性 加之本周晚些时候 美联储还将公布利率的决议 受此影响 投资者的情绪偏谨慎 好 我们继续请出 刁大名 刁主任 马斯克这次 他用百万美元抽奖 这样一个方式 来帮助特朗普 在大选前 引来了众多的争议 那么在您看来 美国富豪砸重金 来支持大选 究竟是什么目的 他们能有什么好处 我们知道是 金钱政治始终是 美国政治的一个重要的顽疾 但另一方面可以说 金钱政治 又是美国选举政治的 一个主轴 两党候选人 如说任何一方 没有钱 根本选不了 没有金主的支持 根本没有办法当选 所以这样一种情况 就变成了一个金钱的游戏 还是金钱的交易 这些金主 在背后操盘 然后甚至可以说 很多时候是两党的 两面下注 最后 任何一方上台 都不得不在政策上 甚至在一些关键的 一些职位上 去投投报理 去给予了一些金主 所谓的回报 那这样金主 相应的 就会因为政策的利好 来获得更多的利益 甚至可以直接走上 所谓的这种政治的一线 来去直接为自己来获得利益 从而实现这种 所谓的选举政治 背后的这种权钱交易 所以可能这是最大的利益所在 可是对于这样的举动 法院好像是轻轻放下 你看针对马克思的举动 这个宾州的法院 他就裁定说 觉得这影响不大 说这样的活动 可以一直进行到投票日之前 你怎么看法院 司法部门这样的举动 我们也知道这次选举当中 包括对于特朗普相关的 这种行事起诉等等 司法政治确实 在美国意义上 是完全被政治化了 这个表现 所以马斯克放过一马 恐怕也是明显 这种司法政治 这种政治化的这样一个体现 而且明显实际上 应该看到马斯克 这个事情背后 是明显看出来 这次选举的这种 金钱政治更加严重 甚至明显感觉 是金主直接下场 直接跳上前台 采取有这种 买票嫌疑的方式 来介入选举这种状态 这个状态 这种戏激性的态势 一方面说明 确实选举比较激烈 两党对决 两个美国对决 直接影响到金主的利益 所以他们直接介入其中 另外一方面 确实让人看到 好像这些金主 也看到了 可以直接影响到美国政府 影响到美国政治的机会 当然他们就必须 要不遗余力的 去利用这个机会 让这个机会成为现实 从而确保自己的利益 能够得到最大化 所以总体而言 应该说 这种金钱政治 已经到了不可 不加掩饰的地步 来去无度的进行 这种恶意的扩张 不断的来去控制 美国两党政治 来去直接的 来去为自己的利益 来绕开选民 甚至用金钱的方式 来蒙蔽选民 来进行政治衰败的 这样一种做法 这是明显的 一个美国政治衰败 美国治理失灵 美国民主虚伪性 这么一个典型的体现 我们知道 这次今年选举 可能金钱政治 可能会达到 整个的花钱 可能会达到 160亿美元的 这样一个状态 我们知道08年的时候 这一场选举 奥巴马选举的时候 也就只有20亿的状态 对过去16年的时间 发了几倍的状态 也凸显了 美国政治这种衰朽 凸显了美国政治的核心 就是前途 而不是所谓的民主 好 非常感谢雕主任 带来的分析 以上就是今晚的全部内容 感谢你的收看 再见 再见